hello 論盡音樂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MIRROR的Anson Kong 藝影話預告是由我和JayFone一起作曲Oscar填詞 找了一場去做監製 這首歌是說一段關係開始之前 可能都會有很多不同的fantasy 在開始之前 就像一套電影一樣 大家會把最好最精彩的東西放在Trayer上 但其實有可能是一套冷氣 如果是一套冷氣的話 你會選擇離場 還是會繼續看下去呢 這個就留給大家決定 首先我很喜歡JayFone 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歡他的音樂 我很喜歡他寫的歌 他的唱法 在這首歌的開始創作之前 我有一天忽然間 腦裏有一段melody 出現了 我就立刻用電話錄起了他 然後我又膽粗粗地 WhatsApp 傳過去問JayFone 咦 有沒有興趣 我們嘗試一起合作寫 他那時聽了一個這麼粗粗地簡單的節奏 他都立刻答應我 那時其實很開心 然後我們就立刻和Terry監製開了一個group 然後就開始這個計劃 中間和他合作成的過程 我很感受到他對音樂的熱誠 因為我們第一天出來開會 在Terry的studio的時候 我們那天其實真的打算吃過飯 大家見過面 聊一聊直歌 然後就開始開工了 因為我們那時還有些時間 沒想到那麼急 誰知那天整天阿凡 JayFone忽然間就說 拿起吉他就說 不如我們現在試試寫 其實我們那天第一天的meeting 已經差不多寫完整首歌的melody了 副歌上哭拉的melody 其實是跟我開頭的分別不大 之後再variation產生的就是bridge 和first的部分 還有一些可能chorus的 可能一些段落上三段 不同的variation的變化可以怎樣唱 跟Oscar構思這份詞 其實都很順利 和很順暢的事 因為Oscar都幫我填過很多歌詞 而且我跟他又很熟 我很多平時生活上的事情 我都會跟他分享 所以我這次跟他說這首歌 想說的話 其實他很快就覺得到 我想說一段關係 很多時候在開始之前 大家都會想到好未好 但其實可能未必是這樣的 他就立刻想 不如我們用一個電影的方式去包裝它 因為就好像一個電影trailer 所有東西 開始之前都擺在最美的trailer上 那究竟之後這件事發生會怎樣呢 就交給大家 我覺得曖昧中的那個好是會有一個filter 大家都會在那個filter裡看不清楚對方 可能看不清楚對方的缺點 看不清楚對方的問題 而這個filter不見了之後 可能所有的問題或缺點 慢慢都會放大 可能你才會真正開始認識到你的另一半 那那個時候究竟是 你會選擇是接受啊 或者是離場啊 或者可能有不同其他的選擇 那那個都是很...很... 就是我覺得愛情上是沒有絕對對錯 就是任何的一個決定都可以是對的 那只不過是怎樣去... 去跟你的另一半去... 去... 繼續去有一個良好溝通 怎樣去繼續去走之後的路 或者是...或者是終結你們的關係 都其實是一個方法 但是怎樣去跟伴侶溝通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一個信任在這裡 和一個...安心 因為由... 以前我未出道之前 我的Casting 甚至到我的第一首歌MIRROR歌 我大部份的歌的監製都是找Terry幫我做 他很熟悉我的聲音 他很熟悉我的Range 他很熟悉我的唱法 哪些是對我最好 哪些是對我最不好 我覺得在這五年裡面 跟他有一個很無形的默契 和Oscar都是 這個...我們由曲池這三個人去...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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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那時候金星女孩開始 去到現在 我覺得大家每一首歌開始都是會... 嗯...了解大家多了 然後那個模式是每一次都是有... 加深到那個... 那個...整件事的那個... 這個...運行的 所以我自己暫時都很享受這個三角關係 今次的合作我覺得有些不同的位置 可能在錄音上有些不同 因為今次這首歌應該是我這麼多首歌裡面 錄得最多一次 而且錄得最多track的一次 啊...去到最後一個session的錄音 最後那三四tick 我是第一次真的... 在Terry的Studio 關燈 Terry見到我在裡面關燈 他自己外面也關燈 他一起錄這首歌 那我覺得第一次是這樣 在一個... 黑媽媽的環境下 很focus的唱自己的歌 我覺得都幾...幾有趣的這個感受 這個MV的idea就是 因為我們用了這個... trailer 或者...這個歌名叫藝影畫 如果裡面有些電影... 關於電影的一些... 所以Oscar就想用不同的电影情节去错配一些不同的电影经典造型去造成这个MV 我自己其实为美度我是很喜欢葛花达教父的设计 因为那个位置打什么灯都好 我觉得拍出来都好漂亮 但意思上我自己其实很深刻是坐门的世界走那个楼梯上去拧着面 因为在电影里面他那一幕其实是他的借幕 那个借幕其实包含有很多意思在电影里面 即是有他的开心 有他的一些那么多年在那个世界的一些回忆 他的挣扎 我觉得每一个表演者都一定会有他借幕的一刻 很希望每一次很清楚要知道因为什么而上台 然后每一次借幕的时候好好地去多谢面前支持你的人 然后就回去再准备下一个表演 这个是我一直都每一次上台表演的时候都很看着自己的心态 难忘的事发生啊 今次这个MV其中一个场景是在一个LA的夜景 它是一个啦啦美的其中一幕 那么我自己很深刻的是因为我上一年自己有去过LA拍MV 那么在那个那个位置的时候 我又想起以前上一年拍MV的一些情景 还有那个天文台山的位置是我第一次去美国跳舞的时候 特意开车上去看过这个位置 那么我那天去拍的时候我有很多回忆都翻出来 所以我都跟Oscar说很想着在美国拍的日子 因为公司就是看到你的歌名是有点关于电影的元素 不如他就说我们试试用包括电影去做一个手影 好像会挺适合的主题 那么就发生了这件事了 我会选择花样年华 因为我会将我尽力把我最好的花样年华都给大家 我都会抱着一个挺好玩的 因为我刚刚你说的那几个曲风我自己都很喜欢 但是你问我是不是很专长呢 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每一次抱住也是一个想尝试 然后想去试多些玩多些的心大去做 所以过程一定是开心好玩的 我自己觉得 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rock这个style的 只不过我自己有贪心 就是可能吹过几个rock歌之后 又想唱跳舞歌又想唱书情歌 所以你问我偏向 其实大家都除了跟我说 其实你很合唱rock的东西 我都跟我说 你让我试试唱那些 那些R&B 我想试试 我都会试试 试试试 你让我试试唱其他东西 不要试试唱rock 首先是运动 首先是运动 开始运动 保持一个健康强健的体派 去应付演唱会 始终今次不是12个人一起做 要自己复权整个演唱会 体能一定要大很多 还有今次准备一个难度都很高 还有危险动作的舞蹈 希望到时可以顺利表演给大家看 这次演唱会 首先大家要准备定猴堂 然后有需要的话 可以准备一下太阳眼镜 因为这个演唱会 都有几多不同的光 或者是灯的效果 我可能有时戴了太阳眼镜 观感更好看 希望大家到时进来看的时候 可以看得开心 因为我是歌单上 和一些舞蹈上 我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些 不同的惊喜 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认识不愿醒